機械手臂向下延伸快速記憶拿取物品 另一頭手指觸摸電子皮膚 控制上下移動就能玩貪吃手遊戲 甚至還能夠自行發電 就是我們冬天在脫衣服的時候 會有電到的感覺 所以它的這個靜電 我們平常都沒有拿來應用 那這個發明就是利用靜電 來做發電的這個功能 街上電線綠燈馬上亮起 用每工刀割開 兩分鐘就自行癒合 8小時內回復原貌 電子皮膚採水凝膠材質 質地柔軟透明 甚至可以隨意拉伸40倍 未來有望能夠應用在手機螢幕 機器人或是智慧玻璃上 產品的損耗或是破裂 其實你都是需要維護的一個成本 那所以但它如果讓這個材料 它具有自己癒合的一個能力 然後即時的癒合能力 那所以其實你去維護它 或維修它的時候 這個部分的費用就可以節省下來 電子皮膚目前積極申請多項專利 而會中還將展示 人體生物資料庫的整合平台 提供病患授權的 簡體及醫療資訊給產業界使用 目前平台共有25家機構 收入的個案達15萬人 以前都是每個BioBan各做嘛 很多BioBan是只給它自己人用 那我們現在這個很大的突破 是成功的讓大家合作 看來這些創新科技和產業應用 未來都可能改變你我的生活 東森台語新聞李莫山楊昭 台北報導 的申請